大家好,我是新元,上期视频给大家做了一个金刚萨朵修法以及修法讲解的视频,内容长达75分钟,上面介绍了谁可以念修金刚萨朵,念修金刚萨朵有什么作用,以及修法遗轨,和详细的讲解,没有看的师兄可以先看看上期视频,这期视频为了增加大家的信心,我搜集了多年来念修金刚萨朵,师兄们实修的感应, 这就好比卖药的一样,你说这药有效,但人总会怀疑,希望听听吃过药人的分享,案例还很多呢,总共有将近三万字,三十六个案例,都是有地区有名字的师兄提供的分享,下面言归正传,感应一,宋咒可清除外来干扰,江苏一个姓张的女居士打来电话,说接到本处寄的法宝,看了原由及说明后称,所言即是,在为接到寄的法宝时,听别的居士说过此证, 他已读完四十万遍,回想起来没读完新咒前,每次念佛或打坐时,总有干扰,不是电话铃响,就是有邻居来串门,念完此咒后,这种现象几乎没有,另一例子是我本人从反的方面做了证明, 我住的地方靠近海,家具的木头受潮后长了白蚁,白蚁是害虫,繁殖块,危害力大,很短的时间便会将家具及书籍吃光,如果将其丢在外面,它会危害植物,并且长大后,有了翅膀, 会飞到别人家里,下乱危害别人,为了不让他害人,只好将其杀死,这个杀业我来背吧,在此,姑且不论我的做法是否正确,反正,杀生即是造业,喷药将其杀死后,接下来的几天,我拜佛宋咒时,晚上刚点上香,为等插入香炉, 电话铃电响,早晨,点上香插好后,双手合十,正要扣头,外出回来的保姆,在门口敲门喊,给我开下门心响,扣完三个头再去开门,而他却怕我没听见,一声高贵一声的喊,而以前,我从无此现象,作业后的反应,竟是如此明显,改应二,吉林省前居士,原信件附后,从此封来信可看出,业障的黑暗浓重事, 阿弥陀佛的加持难以感应到,所以修法应看到宋咒宵夜,与佛的愿力相应容易得到加持,其信如下,得正,善度,你们好,墨学全家都是三宝弟子,在归一佛门这十年中,一直逆缘不断,重重的业障及磨难,身心的煎熬,实在无法用言语说清,而修学法门时几乎从未得利过,今年上半年,正当墨学全家病魔缠身几乎绝望时, 有幸得欲善知是帮助,慈悲开示,指出是深重的业障,罪业,过去是,所致,并引导我们,脱开心量,多为别人,众生,及佛法的弘扬着想,在法门修学上不应过分偏执,墨学等过去一直专修净土,指引墨学等接触更对应五等根基的密宗法门,但必须先修颤法,除障法,颤除罪障后方可修法, 可一个月以来,也为得欲教方便理想的修颤法门,正当墨学等可叛祈求时,贵处的法宝却如雪中送碳般,奇迹式的出现在墨学等的面前,真正感受到佛菩萨,大德们的大慈大悲,千处祈求千处英,苦海长作度人舟,自从得欲善知识开始指引接触密法以来,墨学一直在念诵六字真言,因无缘接受灌顶, 也没收到较好效果,而我们本地全是显宗,几乎全都是净土宗,而与墨学等情况也都相似,排斥其他法门错误念头较重,墨学初修金刚萨夺法门,殊胜的加持力在头一,二天时就非常显著,全身的清静,轻松感如同沐浴后的感觉,而且有说不出的快乐感受,甚至在空闲时,心咒也不时从心里涌起,专心念识句,极有定的感觉, 好像金刚萨夺佛尊时刻在加持部里顶上左右一半,墨学一定坚持修学此法,并随缘劝导他人共沾法意,让更多的众生夜消之浪,自在往生,最后,墨学提一点请求,因本地密教法宝很少,是否可记几章大开的金刚萨夺佛尊,法相及几本,金刚萨夺修法如意保住讲迹,佛尊的法相我是第一次见到,而且太小,观看教不易。 写到此墨学的心情才渐趋平静,祝六十吉祥,墨学,钱,明,2001年8月9日,凡是来信的都是接到本处,2001年7月下旬至8月上旬陆续发出的结缘书,改印三,北京张居市,原信件附后,来信如下,您好,阿弥陀佛,前段时间我爱人在单位无意间, 收到您寄给北京其他同志的信,因邮递缘不肯改记,打开发现是一本佛书,金刚萨夺修法如意保住,如获至宝,晚上从头到尾看了一遍,感触很深,这真是缘分,我们互不相识,能够结缘。 后,给您联系,又寄来佛像和书,为此我们衷心地表示感谢,因这几年,我一直信仰佛教,每天念诵阿弥陀经和白衣大士神咒,从那天起就暂时改诵金刚萨夺新咒,我一直有气管炎的毛病,时好时坏,最近饭得比较厉害,吃了好多药效果不佳,当我第二天晚上念诵新咒几百遍后,感觉身体不适,就休息了,晚上做了一个梦,梦见和一帮同事在一起栽树, 累得够呛,有几棵树没水浇了,其他人说我,你像里面吐唾沫树就活了,结果我像树底下吐了三口,好像是黑色的,不知是痰还是血,后来就醒了,第二天早晨,身体感觉很舒服,心中很亮堂,也不咳嗽,也不喘了,至今很好,我想金刚萨夺新咒真灵验,我决心念诵四十万遍消除业障,因时间的关系,暂且到此了,祝您吉祥如意,蒙巴扎萨夺, 同修,张,莲 心中欢喜,发心特道上海受了三规五戒,求了六字大明咒法门,回南通秦家休息,不久遇到了障碍,急打坐时身体动个不停,头也晃动不已,早上四点三十分上座,动到五点三十分不得以下座,晚上还是如此,动得厉害时,还会跳动,不能在床上打坐了, 改在地上更是不行,修炼不得进步,信心也退失下去,后改为净土法门,坐上还是老毛病,仍不得定,心想完了完了,如此下去和年和月才能进门悟道,于是三年前就停修佛法,导心退失,惭愧,悔过,不久五戒都犯,而且违戒力量还很大,吃了两次大苦后,心中越来越明白, 如此醉生梦死下去,死去三恶道将四剑射斑急速,于是心大不安,想求解脱的,但苦于入不了门,两个星期前,素不相识的王居士寄来一本,金刚萨朵修法如意宝珠,我看后心中将信将疑,有点怕是外道,又担心失之交臂,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修了起来,第一座身体动了半小时,我痛苦不堪,流泪心中那喊哀恨,请金刚萨朵佛尊加持, 发心如能顺利过此境界,必发无上菩提道心,后半小时,果然得定,当时心中发起充满,于是第一愿从内心深处自然而发,从今以后,若我再退失自度度人的,大慈大悲心请诸护法粉碎无头,第二天有一姻缘,令我身解诚信。 黄念祖大居士是现代有修,有正之大德善知识,他在古想集中言,普贤菩萨化身金刚萨朵,勇为密教出祖,故知密教出祖正是普贤,再,即修金刚萨朵法甚好,理由如下, 一,死法虽名为忏罪法,始为无上密宗无上大法之第一部分,二,忏罪意极端需要畏自卫的,普作忏悔,于竭力欲然之际,由此甘露利乐无穷,且此,信行大增有时间即打坐持咒一天,至少两坐有时三坐,最多是四坐,两天后拉肚子,黑色水壮,当日出于感激之情给王居士, 与色达拉荣五名佛学院写了信,表如理如法诵念千日,以念足二百万遍之决心,在几天心更清静,一修法,急听到大的干扰响声,像是家里日用雾气所发出,家里人在时,他们在学习,也听不见,我也不凡不惧,心中回向,愿一切友情往生善悦地后,便无声响,近两天,我在单位陪客户,一次饮了七瓶啤酒,并吃肉等,回家修饰身体大动不止, 不得已起身顶礼佛尊,身上大汗淋漓,且臭不可闻,心想坏了,护法神看不下去了,以后皆修,肚子大痛,下坐急大拉肚子,其臭无比,两天后,不巧又与同事少许饮酒吃肉,又是肚痛大谢两天肚子,于是第二愿子内心始发,此生宁丢性命,不再犯五戒,不然敬请护法粉碎无头,后几天,由于深信,且愿,例行精进半道,菩提心不忘发, 第三愿又从心中自然而发,如修出五通,尽此一生也不用,若我不正严正,不见严见,贪助现实求名闻立养,请诸护法即刻粉碎无头,这两天洗在菩提,倒心增上,信心,怨心,行心猛烈,坐上坐下大小考验都有,我已应无所助,而生其心一对,平时无不以佛尊急重护法,在我头顶自立, 不敢放纵身心,失血前怨,深感走上了觉悟正道,佛界,定,会知学绝对不忘,我们只要如理如法,诸恶莫做,众善奉行,自尽其义,定能契入本来,机缘成熟,必能破无明正法身,或露尽通,接来信,愿,行心坚定猛烈是真话,不敢妄言,第四愿于金尘座上发出,愿观世音菩萨, 大师至菩萨直金刚台至我前,阿弥陀佛,放大光明,接引我去西方长济光净土,上品上升,听闻妙法素无生法人,得修百迁陀罗尼门,位置十地,随都立内愿弥勒佛将娑婆祝佛度生,此后,随嫌劫谦佛,永在娑婆祝佛度生,娑婆众生不尽,我是不成佛,第四愿心中生起,并清楚发愿后,心中大欢喜,此刻想起慈母般恩人王家, 王居士,不由自主打电话,再表感激之情,救度法身会命大恩难报,唯有精进修心,以图能报之一,二,原本想效仿古人密行密秀,没有彻误本性,亲政三位之前不敢言道,本来修心在字,如人饮茶,冷暖自知,但王居士让我把迷途知返的真实情况,写出一件有缘之人信心,墨学不敢不从,特把两个星期来,修金刚萨夺法的过程汇报恩人, 若有见闻者,同发菩提心,尽此一报身,同生极乐国,墨学虽无德,但不敢妄言以乱视听,望天下佛子都发心,成佛事业,悟佛之见,原佛果业,阿弥陀佛,令,忘了告知王居士,也我年轻气盛,修佛心虽坚,但银心更强,从前修炼意识决心正言一段,但用观不净之法也难断,压制之法白天可断,梦中难处,所谓情不重不胜, 梭婆及此位吧,自修金刚萨夺如意宝珠后,竟然不求断而自断,白天见利人,要么认为是前世父母,要么认为是佛菩萨化现,要么觉得他是前世修复得报,实则皮包尿实,毫无淫欲之心可动,再因修学工作时间紧,也想不到那上面去,梦中亦无淫念,自然而然,正言一段, 此修心一大难题,竟如此容易地在短时间内解决,真是佛力加持之功,不可思议,凭自立真不敢轻言断淫欲心,再有杀心全无,平时还好,打坐时,蚊虫叮咬实是男人,我想此身空性,正好修不实度,并愿他下世为人好好修炼,很多次看见害虫在眼前腿下面不认打杀, 想他们均是未来佛,不过此时暂痴迷不悟,总有一天有缘成佛,故真心不忍打杀,看众生随名闻力养而着某,心中起悲心而无智慧就拔,只有精进修学以利自他,再有不太思饮时,特别是午饭后,就自然不想再世,我想这一切都是自他二历的结果,密法真不可思议,我人只使觉敢佛入果觉,入不可思议境界,这也是我,信,愿, 行心日益坚固的原因之一,前方是光明无限的阳光大道,放下屠刀,浪子回头,是做佛子,老老实实,行持下去,定会与佛改应道交,攻身自会彻见本来,从此三千大千世界任你去来而无有来去,莫学刚起修,不敢扯隔腾空谈,谨愿天下同修以戒为师,精持戒律,不然修学将如主杀作范,先有成功者,即使修出神通来, 我想也可能为模子,不得成等正觉,实不敢用济宫等古人禅师笔,因今人业障重,济宫也许早达理事不二,实证无声乏人,我被不明理,但存是也想饮酒作乐,而已不着相美言,我想地狱四间社,均不见当今世界黄泉路上少年多,我做恶业时,受报几乎断了性命, 现想起来真是后怕,若失去人身,从此流浪生死,也不知何年月能再闻佛法,再与正法,不敢放异,放下屠刀,浪子回头,是成佛子,今后纵于命难时,已绝不造出恶业,否则有者为我辈的金刚抵御,则永无出头之日矣,想想阿罗汉害怕时,吓得浑身出汗,汗中带血,真是不虚, 说了这么多,无非想要自免,并无他意,我决心如理如法念,诵金刚萨朵新咒一千日,后专修净土法门,因我从修密中体会,净土法门也是密法,是甚深无上密法,有首节印口称佛号,一听佛号,无相弃辱,必见佛,究竟成等正觉,我以我自身,从未有如此大的身心,且愿,立行以立,将来亲政三昧,阿弥陀佛, 诸自在无碍安详之朗,墨学,法浩,惠明,这期视频,我们就先分享上面四个案例,如果大家还继续听,请多多点赞转发,有必要就再更新,那我们下期再见了。